密宗道赤地广论 明、平、灌顶、仪鬼赤地品第九 我们今天再继续谈灌顶 那么在灌顶当中啊 我们昨天讲过的 平灌顶是这个平 是代表着不动佛 也就是阿处佛 那么金刚处灌顶 是代表着这个阿弥陀佛 那么灵灌顶 金刚灵 就代表着不空成就佛 宝观灌顶呢 观灌顶就代表着保身佛 那么明灌顶呢 就是毕如浙纳佛 但是他后面这一段 又谈到啊 这个每一部经的说法 也有不一样的 所以密教里面呢 有很多部经典的 不一定说每一部 通通都一样 讲的五种灌顶呢 跟这个啊 跟五个代表 也有不同的 他这里面有写到 像这个明显酸映论说的 为水灌顶时 修地子为毕如 也就是说 平灌顶的时候 把地子也修成 毕如浙纳佛 那么真正的明灌顶时 修地子为不动 就是不动佛 在明灌顶的时候 修地子为不动 这个刚好是颠倒 跟我们所讲的 又刚好是颠倒 这是在明显酸映论里面 所讲的 另外十轮金刚里面 所说的 跟诸金诸曼陀罗 仪轨极不相同 很多部分都不一样的 并不是说 这个所有的密教的经典里面 所有的仪轨 通通都是一样 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事情 你不能执着 说奇怪 这部经这样子讲 那部经那样子讲 其实经经不同 每一部经所讲的 这个仪轨 不一定相同 你看他讲说 为什么十轮金刚里面 所说的 跟所有的经典的 漫头的仪轨 都不相同呢 因为以十轮金刚这部经啊 仍然是特殊的意气 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他灌顶的这个方式啊 跟观想也不一定是一样的 我本身来讲起来 讲过了 这很多灌顶 都不同 你说 这个 好像是说我讲的这个胃的灌顶 色生香味的这个胃的灌顶 有的是有人用辣椒 给你沾舌头 让你腊一下舌头 表示是一种 很刺激的这一种胃的灌顶 很刺激的 其实也可以用别的东西来象征 像用盐巴 咸一下舌头 用这个糖啊 给你沾一下舌头 这个也都是属于一种胃的这个灌顶 不一定完全用辣椒 不一定完全用辣椒 他各种灌顶都是不太一样的 他这个灌顶啊 其实这样翠一大师说 五种圣乐以三段法声 尤其这三段法声啊 在密教里面是很重要的 我们晓得先是西空 再来出现昼日 再来献出本尊 这个就是三段法声 平时我们啊 在修任何诸尊的时候啊 以自己本身的变化 也都是用三段法声去做 另外你观想 这个其他的灌顶物 也用三段法声去做 很多种方法都是用三段法声 所以这个三段法声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的 另外他这里面提到啊 如何摄入 其收摄法 就是两百八十三页 后来第二行 其收摄法 前二论诗啊 翠一跟拔薄 收入毛孔 摄入法好像是说摄入本尊啊 本尊从自己的这个毛细孔进去 毛细孔进去 然后自己就变化成为本尊 这是一种摄入法 也有这样子讲啊 是从像这个 由何方便摄入 翠一大师说 由师长心间种子放光 招入 好 这又另外一种说法 由上师的心中啊 放出光明 这个光明啊 招这个摄招 然后 由种子日 放光 招入这个本尊 这种种的说法不太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 平灌顶啊 处灌顶 灵灌顶 观灌顶 跟明灌顶 这五个到底是象征着什么呢 他有这样子讲的 其实这个五个灌顶 可以讲 集合起来一起做的话 就叫做五佛眼顶观 也可以讲就是五佛眼顶观 你给它翻开来看 这个第一个五佛眼顶观的 这个想法 观想方法 在你的头顶上面呢 是 这个不动佛 就是阿出佛 住在你的头顶上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右耳上 这个右边耳朵啊 你就观想成为宝生佛 宝生如来 那么 脑的后面 脑后 就是阿弥陀佛 脑的后面就是阿弥陀佛 那么 左耳上 就是不空成就佛 这个左耳啊 这个就是不空成就佛 这个眉心啊 额上啊 就是毕如这那佛 这个五佛 就是 这个阿出 宝生 然后 这边是不空成就 后面是阿弥陀佛 这个额上是毕如这那佛 你要观想五佛 在你的头顶上面 我本身来讲 我受过这个五佛眼顶观 其实五佛眼顶观 就是最高的观点 就五佛眼顶 庄严筑顶的观点 也可以讲是 这个五种观点 全部记足的 这一种观点 他的观想就是这样子观想 观想五佛注顶 就是这样子的观想 我受过这个 十六四这个大宝法王 卡玛八的这个五佛眼顶灌顶 他教你这个灌顶的时候啊 你要做这样子的观想 然后这个 他才跟你招勤五佛 那么五佛同样的 你自己本身变化成为 这个五佛 躲入在你的身心里面 这三段法生啊 以前我的师父教的时候 是教这样子教的 好像是一个虚空啊 那么出现一个昼日啊 本尊昼日啊 那个昼日啊 再出现本尊 这个就是三段法生 那么自己 自己怎么三段法生呢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观想 所以观想自己 也化为虚空 那么有很多昼日啊 自己身体变成一个昼日